南九市臺灣地区接受到上階段的運動項目 為了提供在來這項運動的民眾有比賽空間 六港南委會基盤第22次南委會邀請賽 在地上水繼續就要邀請到六港南委會主委、西天委 讓大家做會以及會友來運動健身 來自各地区加以潘南球球員 主持在六港紅舞球場 參加的22次六港頂南委會邀請賽 委會第22屆籃球邀請賽 然後今天總共有29隊的隊伍參加 然後包括了社會組 然後壯年組還有長青組 那這些隊伍都來自我們的彰化縣的各鄉鎮 那今年報名也非常的踴躍 那可以說是盛況空前 套過南球邀請賽 和他們打球的民眾 真正在南球中流汗兩性競爭 會來特供提供運動風氣的目的 第11屆的陸港南委會的會長 那我們辦籃球的活動 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了 那我們都抱著就是讓青少年朋友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運動活動 那在這個暑假期間呢 能夠來戶外參與這些活動 然後不要在家裡面當低頭族 或者是在網咖裡面 那到我們這裡的球場的話 我們可以享受到一個很美好的一個環境 那讓所有的球員能夠發展球技 然後讓他們有一個很好的運動空間 那球是台灣最普及的運動活動 而且大家對籃球的接觸度也很高 因此每年基盤 一人傳來籃球比賽 和下令獻活動 陸港南委會 我們每一年都有辦一些活動 包含了我們的四月份 那個月光盃的三對三鬥牛賽 跟我們七月份 也是今天的籃球邀請賽 那還有八月份 我們有辦那個夏令營 針對的就是我們的國小 國小組 來辦那個就是要把籃球的一個運動 往下扎根 那在我們八月二十五號 我們也舉辦了一個鎮長盃的三對三鬥牛賽 那這一次鎮長盃我們的許鎮長 也非常的鼎勵支持 那也為我們的球員有設計了運動服 那要讓一個球員有一個紀念 三處在九州町來回走 另外的運球希望可以進球得分 由鎮長盃的柯志鴻 也需要再來開球 二十二年中 遇過歷屆的一個會長 一個支持 推動了一個籃球的一個比賽活動 也深受地方的一個肯定 所以今天也很多球友 大家都以球會友 共同來參與這場活動 另外有好的籃球中所 在這裡還有很大心的學部 以球場也非常的溫馨 有備有一個愛心的一個籃球架 就是針對有一些想打籃球 但是他忘了把籃球拿到我們風雨球場的 那我們這邊球場也提供了有愛心籃球 隨時可以讓鄉親能夠運動 那當然也希望就是說鄉親在運動完之後 能夠把球再歸返到該歸返的位置 未來六甘地拿球委員會 也會繼續基盤各籃別的拿球比賽 要請各地好手做隊參加 由拿球依球回遊 試試更多加以拍球的好朋友 到中華新聞您貴英 六甘蔡紅包得 到中華 到中華